中國有一艘洞四夭州級的核子攻擊艦 先跟各位說 這個目前在中國算是高端的 然後很詭異的一點是 過去在造所謂的一個核子潛艇 通通都是在所謂的大連附近 這是為什麼會到整個武漢去 這個大家也看不懂 因為海水跟整個所謂的淡水 它的浮力 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請大家先來看一下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發現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結果過沒幾天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這個畫面就吊詭了 因為這個畫面 當時他把武漢附近 所有的大型的吊船 災難船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港口的附近的話 全部清空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現在就整個所謂的潛艦來說的話 潛艦下潛又上來 這個叫成功的一個任務 但是你下去了上不來 它就變成鐵棺材 那如果下去了再也沒上來了 那就很麻煩 而且據傳後面 還有一些中國的一個網友 在這兩天他們也說 其實很多的媽媽都在找小孩 他們好多的媽媽說 小朋友去當潛艦兵 當了潛艦兵 正常來說 兩個月三個月 要打電話回家報個平安 怎麼現在 他通通都沒有回來 去年八月才發生一次 對沒有錯 所以現在的問題 非常的一個麻煩 因為去年八月也發生過一次 去年八月發生那一次 據傳還更慘 中國其實很多時候 那種潛艦發生什麼事 都是自己造成的 當然我們現在這一艘所謂的 動四腰的潛艦發生什麼事 我們還不知道 但去年八月那個 想不到是被自己人害的 中國他們一直很擔心 包括了日本的潛艦 包括了美國的潛艦 會所謂的趨岸 做整個所謂的偵查 所以他們在海底 釘了非常多的一個 所謂的鐵鏈條 這個鐵鏈條 據傳一條都高達 好幾百公尺 一根接著一根 結果想不到 沒有圍到日本 跟美國的一個潛艦 居然把自己 他們家自己一艘的一個 所謂的洞九三 給困住了 那當初被困住的時候 他們是說 他們有放出 所謂的潛水人員 要去把那個鏈子鋸斷 結果鋸啊鋸的 潛水人員還在鋸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所以現在後面怎麼辦 所以據傳後面是 他們有把整個潛艦 後面把它燒開 進去裡面看 裡面的人全部都窒息身亡 國際之間 俄羅斯也很有壓力 為什麼呢 它的壓力來源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烏克蘭 所以最近很奇怪 一個國際消息 中俄電台 俄羅斯這個末日電台 突然發送暴風雪 等等不明的單字 號稱為俄羅斯版的末日電台 所有被毀滅性的核打擊 請教瑞德哥 這真的還是假的 什麼叫末日電台不是廣播電台 這末日電台的藝術 它會發送一些相關的 等於有一點像測試 還是有一點像警告的字眼 最近又突然間又發送 比如說暴風雪 快活這很奇怪的單字就對了 它是末日電台是做什麼用的 假設如果萬一美國先發制人 發射核子武器把我莫斯科哪裡都斷掉 全部都炸掉的時候 我怎麼辦 因為理論上我要回擊 對不對 我沒辦法回擊的時候要怎麼辦 它會自己決定回擊 有點像是AI那種概念就對了 它會直接砰的打回去 所以發布 俄羅斯的媒體發布了一個核子武器的模擬影片 說如果我丟下了750千噸的核彈在倫敦英國的話 五公里之內建物全回 然後哇幾十萬人 可能85萬人會死亡 旁邊的什麼無謂無謂怎麼都沒去就對了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在警告說 英國跟北約你們這裡 不要太提供這些包括暴風影 這些射程好幾百公里的飛彈給烏克蘭的 那這樣的一個動嚇武器 宣傳意味比較大 但是你覺得人家會怕嗎 當然不會怕 拍影片而已啊 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你丟在我英國 倫敦造成85萬人死亡 我丟在你莫斯科的話 連布丁都死亡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就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嗆聲嗆聲 那除此之外 中共最近也有一些動作 9月25號的時候 火箭軍發射了 外面有人猜是東風41 但是更多人猜可能是 東風31AG的這個飛彈就對了 重點不在於什麼飛彈 重點在於它發射了1萬2千 飛行了1萬2千多公里 然後故意插邊球 從菲律賓的這個島嶼旁邊過 然後再緊接而來 再到這個日本的領海 然後再到這個等於說號稱 號稱從關島的上空過去就對了 然後最後說落在派平洋 他們預定的地點飛了1萬2千多公里 很開心很開心 你知道為什麼選9月25號嗎 為什麼 因為就在同時它的遼寧號也出到 也出菲律賓海 然後到這個西太平洋 到今天為止已經起降400多航次 日本的智慧隊 替我們計算 因為9月25號就是遼寧號成軍 12週年的紀念 也要一個大外宣 對 還要大外宣國 還有為什麼要火箭軍 因為火箭軍前陣子才被習近平整肅 抓了一大堆 所以貪污虎壞一塌糊塗 現在意思要我們重見雄風了 藉這個機會洗白 他們就說你中國老百姓沒有錢 你這個火箭軍 然後還發射這個 你發射一枚飛彈 中國老百姓可以有多少人 有退休金就對了 他不會管這個 那為什麼中國跟俄羅斯要同一天 這樣發布這樣的訊號 因為這樣恫吼 他們兩個是一家人 所以你看他們兩個艦隊 在那邊掃來掃去 在日本 我知道 氣勁太行 中國這個老共 蓋消息不是新聞 但蓋消息蓋了四個月 壓不住 爆出來 那就是新聞囉 好 我們請教敏寬哥 因為最近這幾天有個新聞就是 中國的核潛艦 五月在武漢沉沒了 五月 現在九月了 怎麼五月的事情 在現在才爆出來 中國有一艘洞四夭 洲級的核子攻擊艦 先跟各位說 這個目前在中國算是高端的 然後很詭異的一點是 過去在造所謂的一個核子潛艇 通通都是在所謂的大連附近 這是為什麼會到整個武漢去 這個大家也看不懂 因為海水跟整個所謂的淡水 它的浮力 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請大家先來看一下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發現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潛艦就在這個地方 結果過沒幾天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這個畫面就吊詭了 因為這個畫面 當時他把武漢附近 所有的大型的吊船 災難船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港口的附近的話 全部清空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現在就整個 所謂的潛艦來說的話 潛艦下潛又上來 這個叫成功的一個任務 但是你下去了 上不來 它就變成鐵棺材 那如果下去了 再也沒上來了 那就很麻煩 而且據傳後面 還有一些中國的一個網友 在這兩天他們也說 其實很多的媽媽都在找小孩 他們好多的媽媽說 小朋友去當潛艦兵 當了潛艦兵 正常來說 兩個月三個月 要打電話回家報個平安 怎麼現在 他通通都沒有回來 去年八月才發生一次 對 沒有錯 所以現在的問題 非常的一個麻煩 因為去年八月 也發生過一次 去年八月發生那一次 據傳還更慘 中國其實很多時候 那種潛艦發生什麼事 都是自己造成的 當然我們現在這一艘 所謂的洞四夭的潛艦 發生什麼事 我們還不知道 但去年八月那個 想不到是被自己人害的 中國他們一直很擔心 包括了日本的潛艦 包括了美國的潛艦 會所謂的趨岸 做整個所謂的偵查 所以他們在海底 盯了非常多的一個 所謂的鐵鏈條 這個鐵鏈條 據傳一條都高達 好幾百公尺 一根接著一根 結果想不到 沒有圍到日本跟美國的 一個潛艦 居然把自己 他們家自己一艘的一個 所謂的洞九三 給困住了 那當初被困住的時候 他們是說 他們有放出 所謂的潛水人員 要去把那個鏈子鋸斷 結果鋸啊鋸的 潛水人員還在鋸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裡面的氧氣不夠了 所以現在後面怎麼辦呢 所以據傳後面是 他們有把整個潛艦 後面把它燒開 進去裡面看 裡面的人全部都窒息生亡 這個是非常慘的一件事情 再跟各位說一次 去年的跟今年的 這個通通都是所謂的 核子級的一個潛艦 但中國的潛艦出事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2003年 這個是非常出名的 什麼事件呢 這個叫361的潛艇事件 中國的潛艇很簡單 中國潛艇三開頭的 核子 柴油發電 四開頭的 它就是所謂的核子潛艇 那這個361潛艇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 這個是後面361潛艇 在整個江澤民的一個時代 後面有做了一個 所謂的追思的一個大會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各位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嚴格來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低級的一個錯誤 真的是70名官兵 那個白死了 發生什麼事呢 剛好跟各位說 三字頭的 它是所謂的核子潛艇 對不對 核子潛艇跑跑跑 時間點到 它要充電 那充電一般來說的話 比較正常的一個充電 是要浮上來 浮上來充電之後呢 一來可以換氣 然後後面的波 因為氧氣進去出來 會比較安全 但那個時候呢 它們發生什麼事呢 361潛艇是突然間 要充電的過程當中 柴油發電機打開了 打開完之後呢 進氣閥沒有關 然後進氣閥沒有關完之後呢 瞬間整個潛艇裡面的空氣 兩分鐘內 全部被整個所謂的 發電機收走 這是人為疏失耶 而且短短兩分鐘就失事了 就很低級的一個錯誤 那各位你去想 我們人一分鐘沒有空氣 就沒有辦法了 它是兩分鐘之內 他們的充電 他們的發電機 把所有的氧氣全部用完 所以上面70名的官兵 瞬間全部罹難 注文字幕提供 發電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